Hello 各位朋友们 很多人问我说 十几万买一个国产房车买什么样的房车啊 朋友们 在我身后这台50的S200房车呢 十几万就拿下 这款车呢 真是神车 朋友们啊 长度呢 是一个5米99 宽度呢 是一个2米2 高度呢 是一个3米 蓝牌C整个驾驶 核载人数呢 是一个6人啊 朋友们 整体来说 这车开起来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咱看下这款房车侧面配置 走 咱看下这款50房车一个侧面配置啊 它是没有侧门的 只有一个副驾驶门和主驾驶门啊 朋友们 然后后面呢 这些配置呢 有一个外置零玉花洒 上面呢 是三米的一个支撑棚 朋友们啊 侧面呢 就没有啥配置了啊 全部都是内饰的配置 咱直接进内饰 走 咱看下这款50的房车的一个内饰 朋友们啊 一进来呢 是这款房车一个驾驶室啊 这款车呢 搭载的是一个2.4预柴的一个防红机 动力非常足 朋友们啊 但是噪音有点大 然后这边呢 是它一个这个AMT的一个五速的一个变速箱 开起来稍微有点痘错感啊 但是也是够用啊 大平的一个导航 上面呢 还给大家配备了一个这家伙 遮羊帘 朋友们啊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校车底盘 朋友们 校车底盘呢 更加坚固 来 咱们去后面看 后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对座的一个沙发卡座 朋友们 咱在这吃饭办公是没有问题的 它桌子还给大家整的挺大 朋友们啊 这边呢 是这款房车的一个出台区域 电磁炉 洗手池 这边呢 还有一个微波炉 朋友们啊 该说不说 它这小配置真够用 十几万的房车 朋友们 按说这配置真够用啊 它的冰箱最猛了 朋友们 我买了这么多房车 没见过这三开门冰箱 这一开门上面冷冻 啊 底下冷藏 这边还有个开门呢 这家伙真老鞋 这么大个 朋友们 这我觉得比赛特福德那个好使多了 来 对面呢 是这款房车的一个卫生间 咱看着这款房车卫生间啊 这咋没 没马桶呢 家伙们 没有马桶啊 它是一个便捷式的马桶 但是上面有零玉花洒 双向排风扇 在底下咱们洗个澡 够用 朋友们啊 来 最后呢 是这款房车的一个卧室区域 它这属于一个伸缩的一个上下部 你看 朋友们 你看 朋友们啊 它是伸缩的 它能这样 后面的床的尺寸呢 是一个1米9 乘一个1米1 睡两个人没有问题 上面依然是可以睡两个人放门啊 所以说呢 这款房车十几万四个人出去房车旅行 绝对是够用 冰箱也够大 电气配置也够用啊 48V 120V电 顶至24V的空调啊 如果大家喜欢这款车的话 给我点个双击个关注 如果喜欢国产50房车的 记得给我点赞啊 为咱们国产房车点赞